北民有生 我有一座恐怖 第九百七十一集 诚哥是一家民跟着自己 他们来到了一个人少的角落 我有些事情想弄清楚 你们鬼谷中心有一个老栈 宅子里放着一个神龛 神龛中装着我的断头逆锁 我想问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知道那是你的雕塑 写有你名字吗 说不定只是比较相似而已 诚哥拿出自写的手机 那上面还真写有我的名字 我全部都拍下来了 江明的反应和诚哥越想得不同 他似乎并不知道鬼屋中心有个老栈 也不知道神龛和您所代表了什么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他的伪装 或许是哪位员工的恶狗吗 你反应的这个事情 我们一定会彻查清楚 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江明的回答 邓童云没有回答 等等 我一定会帮你处理的 但请你有些耐心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们新世纪乐园或许比较清闲 但我们这里很忙 江明只是想把诚哥打发走 留个联系方式再走 要不下次 我就找不到你们负责的人了 诚哥拿出自写的手机 打开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江明也取出自写的手机 象征性地扫了一下 你这人真有意思 同意了好友申请后 江明将手机塞回了口袋 他没有发现 诚哥嘴角带着一丝微笑 更没有发现 此时附在自己手机上的两个鬼 手机鬼统统的寄托物是手机 它也是唯一一个 可以远距离交流的厉鬼 当初怪谈协会的韩宝儿 就是利用手机鬼这个特性 以高如雪为诱饵 将诚哥骗出了鬼物 不过手机鬼有一个缺点 它本体非常脆弱 在白天使用自己的能力 会得它本体造成伤害 而且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比如不能在人气旺的地方使用 不能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使用 诚哥也是考虑到了这个情况 所以昨晚他做了个试验 让门男和手机鬼 寄托在同一部手机上 被红衣避护 手机鬼就算在白天受到的影响 也不大 只要门男不出问题 他可以多次使用自己的能力 只是消耗要比晚上大很多而已 有红衣保护 诚哥也不用太担心 手机鬼的安全 就算被发现 门男也能带着手机鬼逃走 虚拟未来乐园里的人那么多 随便找个手机 暂时躲一躲就可以了 江明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把诚哥盗回室 目送江明离开 诚哥将自己的手机收了起来 手机鬼和门男之前 一直躲在自己的手机上 希望他们能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将就能混到现在这个位置 肯定也是条老狐狸了 想要从他身上找的破绽 非常困难 只能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探听消息是诚哥计划的一部分 他让手机鬼和门男 跟着江明还有另外一种意思 等到天黑 他会把当初怪谈协会 用在自己身上的套路 在江明身上重新 处理完了这边的事情 诚哥又马不停蹄地 打车赶往西郊 唯一一个陪制学校 在进入校门之前 他先找了个角落 翻开漫画册和水鬼红衣 交流了几句 等会儿 我会进入学校 你如果看到那个孩子 记得提醒我一下 在校门口徘徊了一会儿 诚哥还没有进去 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 就主动走了过来 你好 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诚哥朝着学校里看了看 一些孩子正在操场上活动 他越言又止 憋了半天才说道 我亲戚家出了一些事情 他孩子被送到了孤儿院 那孩子从不跟人交流 拒绝沟通 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我担心他 再这样下去一生都毁了 所以我想把他 接出来送到咱们这里上学 年轻女人很善良 我们学校接受治理障碍 自闭 脑瘫 还有多重障碍的学生 如果情况符合的话 你可以把他接过来 不过我们这里是私人限制的 学费可能有一点贵 但你放心 我们会为每个孩子 制定和实施单独的教育计划 诚哥抿得下嘴唇 双手拧在一起 他想了好久才回到 学费有点贵吗 我能不能先进去参观一下 你们平时是怎么上课的 当然可以 我们这里所有老师 都是最专业的 氛围也特别好 女老师很热情地将诚哥带进了学校当中 操场上老师在和几个孩子做游戏 都是非常简单重复的游戏 主要是为了让孩子们参与进来 穿过操场就是教学楼 墙壁上印着落实育人为本几个字 教室里很明亮 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 光线都非常充足 看着干净整洁 我们学校从智能发展 社会适应 生活实践三个方面入手 针对不同的孩子 开设了十二门课程 女老师耐心地为诚哥讲解 诚哥也在认真地听着 他最开始进来只是为了寻找 被名胎选中的孩子 但当他真正置身于此的时候 忽然有种被触动的感觉 这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但就算如此 他们依旧在努力着 阳光下的笑容很好看 诚哥望着教室里的孩子 明天会在他们当中吗 走过两间教室 再来到最后那间教室的时候 诚哥提着背包的手 忽然感到一阵湿润 他低头看去 掌心满是鲜血 那孩子在这里 趁着无人发泄 诚哥赶紧擦了擦手 他没想到水鬼红衣的提醒 会这么明显 我能进去看看吗 诚哥扫尸教室 他伸手指向最后一排 其他小朋友都围在老师身边 只有那个孩子 拿着书包独自站在墙边 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看见诚哥进来 正在上课的老师 主动回答了他的疑问 哦 无声打了同学 所以被罚站 我们必须从小给他们 说了一个正确的观念 做了错事 就会产生不好的后果 他叫无声 诚哥走向那个男孩 当他停在男孩身边时 提着背包的手 又开始流血了 吓得诚哥赶紧把手 放在胸前 站在他身后的老师和学生 都没有看见 但是站在他身前的小男孩 却看得清清楚楚 看来就是他了 诚哥擦了擦掌心的血液 蹲在男孩身前 女老师也走了过来 女老师示意 诚哥不要离那个孩子太近 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 就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他特别讨厌跟其他人在一起 无声的父亲是个流浪歌手 人其实挺不错的 他最开始觉得孩子不会说话 是因为自己给孩子 起了个不好的名字 第一次给孩子改名叫吴有声 后来改为吴步声 双重否定表肯定 不过折腾了一圈 最后还是叫无声了 无声的情况跟我亲亲家 那个孩子挺像的 我能跟他聊一聊吗 恐怕不行 我们要对孩子负责 你无意的一句话 可能会触碰到他们内心的弱点 那我能跟他们家人聊一聊吗 毕竟我们也算是同病相连 理解 女老师把无声父亲的电话 给了诚哥 双方又聊了一会儿 诚哥便离开了 走出校门 诚哥直接拨打了无声父亲的电话 可是一直没有人接听 诚哥站在马路旁边 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 现在确定的几个孩子 一个丢失了记忆 一个双耳失聪 还有一个不会开口说话 除我之外 每个人都丢失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这么一下 我如果也算在九个孩子当中 那我也应该丢失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可问题是 我到底丢失了什么 难道是说 我丢失了自己的影子吗 我 канал 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